111年度原住民联合封年季活动在原住民文化会馆旁广场热闹展开 来自全市各区的原住民朋友们载歌载舞共同庆祝 机动市长林佑昌和立委蔡世应以及市议员陈明健和王显芝等人也都一起出席参加 市长林佑昌特别向原住民朋友报告 过去主政七年多来 编列投入在帮助原住民各项发展的经费和福利预算 实现照顾原住民朋友的承诺 也感谢立委蔡世应和议员陈明健以及市政府民政处长王于森 在中央以及地方对于预算的争取和编列 邱昌担任机动市的市长 我想在第一年上任的时候 我跟各位主人同胞承诺 我们一定会大幅增加我们机动市原住民族 我们相关的市政府的经费 还有预算 今天邱昌在这边要跟大家报告 这一点邱昌做到了 市政府做到了 陈明健做到了 我们所有地区的头目跟主席 大家也都一起努力做到了 我们基隆市原住民族的预算 从我刚上任的时候 一年大概只有1900万左右不到 但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到今年度呢 我们基隆市原住民的预算 已经突破3000万 也就是在这几年我们成长了百分之五十 包括我们事务委员会 地区的头目 地区的政部主席 努力的来援续保存 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把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能够 深耕在我们多位区 最关心我们原住民的市长 过去这几年来 基隆的原住民的预算增加 当然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在立法院也非常的努力 在原住民预算的审查过程当中 给予原住民委员会大力的支持 因为我知道 我们如果不站出来 支持原住民的活动的话 就不会有其他人站出来 原住民总头目 也代表各区原住民朋友 感谢市长对于原住民的照顾 提升原民的各项福利 也热忱欢迎贵宾们 参加原住民最重要的 联合风年祭庆典活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